所以勾才天理他本身来讲 他度化众生也是用方便法 因为人本身来讲他的本性 本质 当他还没有认知佛性之前 他们为的就是人间的资良 跟人间的享受 很多人都是这个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权力 权力 金钱 美色 地位 都是他们追求的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像现在台湾在选总统 他们在追求什么 权力跟地位 他们追的就是权力跟地位 这就是人间 无可厚非 他们追求权力跟地位 像金钱 像我们这个玄纪人 隔台名 金钱他已经有了 他是台湾的首富 台湾的首富 就是他是台湾最有钱的人 但是他还要追求权力跟地位 除了他在权力跟地位 除了权力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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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射把他的黑斑给他除掉 他脸上就没有黑斑 没有黑斑 现在出来就比较好看一点 可见他也是追求美色 黑斑 黑斑切实很难堪 所以赶快把他的黑斑拿掉 三种他都追求 权力 地位 金钱 黑斑拿掉 美色 然后他得到这些以后就做什么 当然就非常的快乐 这就是一等 那么钩柴天理也是用方便的方法 让大家喜欢修钩柴天理 修了钩柴天理以后 你有了资粮 你就能够修行 很静下心来的修行 不用再去操劳这个金钱方面的事情 所以密教有很多的方法 也是属于方便 方便的方法 但是更有智慧的密教行者 他知道 除了人间本身拥有的权力 地位 金钱 跟这个美色以外 还有更重要的 就是 你把自己的生命 认知你自己的生命的源头 你回到你生命的源头去 舍掉若生以后 甚至于把自己的心的佛性 跟宇宙之间本来发出来的这个佛性 互相接轨 而且回到原来的本言 认知了本来的我 回到这宇宙意识的大我之中 这个才是永恒的快乐 这样子才是真正的根本 所以勾才天女 因为你跟勾才天女相应了 你很容易满足你自己 你什么都满足 然后 你因为跟勾才天女相应了 你产生了智慧 你这个智慧就是认知 就是一个认知的 知道 你自己心中 你的身中有佛性 也知道 宇宙的本源 你从宇宙的本源来的 你可以融入到宇宙的本源去 你可以从人的世界 一直到报身佛的世界 从报身佛的世界 再进入到法身佛的世界 法身佛的世界 这个才是永恒的生命 这个在基督教讲起来就是永生 永生 在佛教讲起来 就是等于是说 你回归自己的佛性 回归自己的佛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